他是谁的替身呢 是刘德华的替身 因为我们这刘德华没有武术敌人 一到武打的时候容易露怯 所以他常年当刘德华的替身 大伙还记不记得在敌人节之通天帝国里 有一段刘德华也中了毒了 不能被这个太阳光照着 照着这个人就要找就要自焚 所以呢刘德华在好的过程当中 躲到马肚子底下 那么这段动作明显不是刘德华能完成 就由这个杜一恒替他完成 结果在现场发生了意外 就他躲到马肚子底 那么是一群马嘛 这马互相碰撞 结果这杜一恒会这么紧一下 那么撞一下 等到最后这段戏拍完再下来 大伙发现浑身鱼青红肿 而且肋骨已经折了 外星的是折的肋骨没有碰到心脏 要碰到心脏就完了 所以你说这个武行替身演员是非常酷的 有的人说那有的人大明星厉害 人家不用替身的 说谁成龙 成龙就没用过替身 成龙大哥也用替身 随着这些年他年岁增大 替身用的更多 其中他有个自身叫李海青 长得还有点像成龙的 但这个李海青比较低调 这可能是成龙用的一个原因 就说他是成龙的替身 这是罗里贤这些人爆的料 而李海青本人嘴特别严实 从来没往外说过 当然成龙自个儿也是武行替身演员出身 他不七校图里边 原先他一名叫陈元龙 他当过什么替身呢 李小龙拍清武门的时候 不陈真把日本浪人给啪一脚踹起上去呢 那日本浪人凌木 就是由成龙当着替身 啪摔墙上 爬下来 就是成龙以前也给人家当过替身 那么包括李小龙本人 他也用过替身 当然不是他自己想用 导演给他安排 你把李小龙 你看打厉害 翻跟头 这不是他强项 所以香港的科技演员袁华 我给他当过替身 翻跟头把对方踹倒了 在一个李小龙 1912年7月份死了 意外死了 留下了拍五分之四的死亡游戏 和刚开头的死亡塔两部片子 怎么办呢 当时香港的导演想个办法 从韩国找了一个演员 这个人是个和气道高手 姓金 签了个秘密协定 你可不能说你是李小龙替身 由他把死亡游戏跟死亡塔 没拍完就拍完 然后这个人也姓埋名 一直到2008年才弄边 现在他已经已经过70岁了 你看这也是李小龙死了之后 为了完成他片子 用的替身 那么替身这个行当呢 他想转型啊 也挺困的 你不能总当替身 替身20到25之间 灵敏度反应好啊 你像什么摩托车飞过去啊 在火车上打斗啊 平常的这个武功展示啊 像这个时候 20到25身手正是好的 而且这个时候呢 好多武行的人他有一些技巧 你比方说我挨打 当替身 趴一拳打肚子上 我得先晕好气 把这肌肉拢起 要扇腿棒的气 得在嘴里含块棉花 为啥呢 避免这个 这会儿跟牙碰上 那肯定出血 这都是他们的笑门 武术替身 其实就是吃青春饭 翻跟头 武打等高难度动作 随着年龄的增长 反应也相对变慢 如果无法再端 在这青春岁月成名 他们的前程在哪里 怎么转型 怎么去寻找自己的未来 其中转型比较成功的 是我下边说这位 来自广西的前武术运动员 熊欣欣 说熊欣欣你可不知道 我说鬼角欣 你就想起来 黄培红领那个脚法非常好的 这个熊欣欣当年是给李连杰当替身 拍南北少林的时候 1984年刘家梁 香港的武术指导 来到北京拍南北少林 要给李连杰选替身 就选中了当时22岁的熊欣欣 后来他认了刘家梁当干爹 刘家梁把他带到香港 带到香港以后又认识了徐克 徐克拍黄培红戏电 你叫徐人 这样熊欣欣才一点点出声 一开始熊欣欣在这里边呢 演一个大反派叫九宫真人 九宫真人武打很厉害 跟黄培红打 而且李连杰演的黄培红 有不少武打动革 就是熊欣替打的 所以等于啊 黄培红打黄培红 熊欣欣自个打自个 你看这场面是俩人对打 分镜头一拍 都是熊欣欣一个人完成的 当然这个时候才没有完全出名 一直到徐克用他演鬼角漆 那出神入化的脚法 以及你看着挥不出溜 但是这个人打得非常漂亮 熊欣欣这才出名 后来陆续也演过不少徐克的片子 在香港电影阶段立出 然后后来呢 还跟着程晓东刘家梁呢 去美国指导过 好莱坞一些动作片 所以这些呢 熊欣欣呢 要么演一些小角色 要不然就当武术指导 而且他跟徐克合作呢 后来又做了七件的武术指导 也获得了非常好的这个证价 所以熊欣欣在五梯里头 这算是很出名的 武术替身总与一个词分不开 那就是危险 每完成一个重作 他们所要承担的风险 都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杜亦恒 熊欣欣 仅仅是众多动作替身演员中的缩影 在电影行业当中 有无数像他们这样的替身演员 为了自己的电影梦想奋斗着 却再也无缘达到他们今天的高度 2003年6月21日 电影大快头有大智慧 拍摄时发生意外 一名经验丰富的替身 拍摄当中跌伤左前臂 2005年7月27日 电视剧《浴火凤凰》 在黄浦江拍摄浮尸镜头时 突然发生意外 一个浪头袭来 将一名替身演员卷入水下 后证实该替身演员逆水身亡 2008年4月23日 电影《007》系列 在意大利拍摄一场动作戏时 一位希腊替身演员 不幸遭遇撞车事故 头部遭受重伤 2008年6月 电影《赤壁》中的一场重头戏 火烧连影时 因无法控制火势 造成一死六伤 2009年3月 在电影《哈利波特》的片场 主角丹尼尔的替身 不慎从高空坠落 导致终生瘫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